實戰工檔 看呀! 實戰演武的時間 今天我們說什麼呢? 剛才已經在那個節目裡也說過 第一節的節目就說了這個世紀大戰 將會上演的Connor McVecker 對著Fight One Mayrather的拳擊比賽 那既然說拳擊 就算了一輩子說拳 算了一輩子說拳 我們也說了幾次腳 上次說了兩次 玩腳 兇手的腳法 這次我們說拳擊 裡面有一種威力很巨大 經常打KO的拳法 我們就是說勾拳 勾拳 為什麼會說勾拳呢? 為什麼要說勾拳呢?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你看到一些 武學局拳的人 他們打架 通常是怎樣打的? 大開大合 大開大合就是 其實他們那個動作 都是類似勾拳的 因為其實 講開勾拳 我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事件 話說某武學大師 他曾經一段時間 拍很多youtube片 也不是youtube片 總之是片 他用他的渠道 去推廣他自己 那種武術 又不知道怎樣破低數 怎樣破西洋權 其中有一條片 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他用那種手法 去到破歐拳 那他怎麼做呢? 他就找了他其中一個弟子 就帶了一個國產的拳套 國產而已 棉花而已 很古怪的 就假裝打西拳 就打個歐拳過來 歐拳是很噁心的 大致上是怎樣呢? 就是這樣 我已經打靚組了 沒有人本身漂亮 沒有人 他這樣去打歐拳 那 可能很奇怪 這麼噁心的歐拳 怎樣打都不會中 不用一套 就是多此一舉 好了 那我回來了 其實呢 歐拳在拳擊裡面 是很獨特的存在 因為其實他打那個 泰拳的歐拳和拳擊的歐拳 其實很不一樣 不是 都似的 似的 出那一下 其實是似的 但是因為 傳統打西拳拳的那種歐拳 打得很短很短很短 如果你有看過 泰成 Mike Tyson Mike Tyson的歐拳是很可怕的 上網找回來看 很好看的 Mike Tyson的歐拳打得好像打爭 很短很短的 這也是我 很喜歡歐拳的其中一個原因 好了 現在回來了 說了 究竟拳擊的歐拳是怎樣的 因為拳擊 大家如果有看過比賽一些 其實 Boxing的特性 就是很快很速 很快 很密集 很密集 變成你要做到這麼密集 你在這麼短時間裡面 當然不是說九秒一拳 那些不是去到那些 誇張 又抽選 不是去到那些誇張 但是你說的是一秒兩三拳 如果你要一秒做兩三拳 你一定是要縮短距離 而可以發揮到那種爆炸力 你才可以造成 對你的對手造成傷害 是 不論你是直拳也好 勾拳也好 直拳就很簡單 不會再講 不需要再多講 是的 但是勾拳 我已經閃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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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我已經去找方法 所以你怎樣去縮短距離呢 那勾拳 我們經常都說 你出拳 要說含一 基本上是由腳開始的 你腳 我們就對著鏡頭打一次 這個勾拳的勾拳會是怎樣的 嘩 差點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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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很短 很快 你見到其實沒有怎樣拉弓 那個差其實都沒有過輩 沒有過輩 跟我剛才說的那個 某武術大師的那個童底 那些勾拳是完全兩回事 因為很多 我們經常看 尤其是當你負拳的時候 人出的勾拳 他有一個很習慣性的 是 會先把手摧下來 再繞出去 那你那個動作 我基本上是下去那一刻都已經 我已經棒打了 打了一下 所以 你動那一刻 其實我們通常出的就是 你首先第一 永遠要記住出拳 你的手摧不可以過著身後面 是 不可以過著後面 是 腳踩在地上 你用 你用條腰去推 那個拳流出去 還有 你出因為你是偶拳 是 手摧要抬起 要抬起 那變成一出的時候 我一推 我一推 那一刻就可以了 這邊也是 是 一推 那一下就去了 是 因為你其實 如果你懂得用條腰的 你一出那一下 你的手摧要抬起 其實你去這個舉力 撞下去那一下 你的身 腰拼 接著去到手摧 拳頭 那一下力就去了 是 簡單來說 勾拳 用力的地方 其實就不是靠手 不是靠手 其實是靠你的身 身體性打 你用你的身 你的腰去帶動 你腳踩在地上 你用借著 因為你踩不住 你踩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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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踩在地上 用那個身 一發過去 那一下 你用那個身 轉動那一下 撞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對著鏡頭 打一次 勾拳 慢慢來 拳頭 是轉平了 拳背 是向天 OK 這是最基本的打法 這是最基本的 也有另外一個 你要打球 打球 其實打球 你是可以這樣 但是如果有一些 要順手 其實可以這樣 日志拳 其實可以這樣 日志拳 這樣打過去 好處就是 不需要轉那麼多 不需要轉那麼多 對 還有打的時候 你要記住 你的法力點 雖然拳套是這樣的 其實法力點 都是向你前面 就是向吃 放在拳裡 對 大家可以看到 拳套最前面那個位 其實就是 手指骨 就是這個手指折 但是我們打人 其實我們之前都說過 打拳 永遠都是拳眼去打人 所以應該都是在這個位置 用這個位置去打人 尤其是 尤其是 尤其是拳擊 你會摘手 會包手 你會看到 人們在這裡 摘了一個拳帽 那樣的物體 那個位置 就是 最受衝擊 最大力的位置 OK 那麼 打日治拳 的勾拳 除了說不用轉 還有 省省省力之外 會不會那個距離上 都有優勢呢 其實是順手 因為你要快 因為要快 如果你要打那一下 你打完 除非你那一下 打完你就走 收工 沒錯 但如果你要快 因為我打 我再收回來 其實是慢一點 就是當你打拳帽的時候 是慢一點 是 但我這一下這樣下去之後 我再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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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movement 是順一點的 OK 就是打拳帽 對 拳帽的時候 還有在下面這些 在下面這些位置 就是等於你的手 這樣 你一下去 啊 我一下 是 我一下 是這樣下去 OK 這樣 這樣 好了 打個口拳 有些什麼位置要注意的 呃 位置要注意呢 就是 你對著我對手 你打 你打的時候 你對著我對手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譬如我要打這邊的時候 那些人是 很不知為什麼的 是用來摔下來的 這隻手會跌落 那些學生會跌落 對 會跌落你的 記住就是 你外邊一隻手 你另外一隻手 貼著臉 你怎麼都要保護 就算 我擺了個格 這樣 我要出這邊拳 我這邊是會收回來的 我這邊要收回來 為什麼呢 我收回來 出這一邊的時候 其實你留意一下 我肩膀是保護了我這個位置 因為這一個位置中拳 是最容易被騙的 最容易被騙的 最容易被騙的 反而在這些位置中拳呢 你能吃得到的 頂得到的 頂得到的 那變成 習慣性呢 我們打上面 就是你打肩膀以上 打頭也好 打下巴那些位置 一上的時候 那肩膀是收了上來 保護了你這邊的 保護了你這邊的 對 然後這一邊 這一邊呢 就要保護這一邊 那起碼 在你兩邊裡面 因為你要知道 別人會還擊 對 別人會還擊 還有你不是肯定 你那團一定快過去 可以他比你快 對 後快才刺 沒錯 那變成了 起碼就是 我在攻擊的時候 我亦都有基本的防守 是 去保護自己 那我說哪些關節 我們應該鎖住 因為剛才說到 其實不是靠手去打的 所以其實呢 你再活動得多的那個位置 就不是手和肩膀的 反而呢 就應該會鎖住了 手肘 肩膀 就是靠身 隔腰馬 那種旋 其實如果 講肩膀 你講 你出拳那一刻 是不應該鎖住的 反而不應該鎖住 不應該鎖住 你是放鬆 因為你要放鬆 中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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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是鎖住 你的拳頭 拳頭 你要鎖住 接著就是肩膀 就是肩膀 因為你 你那個 手肘這個位 因為你 因為你 對 就是跳指的距離 其實很多時候 對手是會用的 最基本的那個 那個 其實是很短的可以打動 是 但是當然 不會走的 那你 按你鎖住 你就要跟著追 你要追 對 除了你的身 還有你的手 都要同時去調節 去到控制的距離 當然 這些就 比較高階 對 你在打的時候 有些位置是鬆的 你知道會受傷的 對 但手肘這個位 就要放鬆 對 手肘這個位 要放鬆 那我當然不是鬆 到你這樣伸直了 你放鬆 那你就玩完了 那你就搞定了 因為你勾拳 一定會距離 這個位置會受力 有些也是 有些就是 有些就是 硬要去追 硬要去追 然後怎樣呢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那你就蠻贏了 你就蠻贏了 那你就蠻贏了 你就蠻贏了 你轉不到 你就會去 這個位置會不會 對 你用這個位置 你的拳 你的手肘一定是硬的 你沒有人整得到 對 如果你 我打你的時候 你走 你走 但我要硬要追 對 我要硬要追 對 其實這個位置 直坐 你是發不了力 對 就算被你中了也沒有用 對 對 我試一下 好 例如大致上 還有其他要注意 就是保護意識 保護意識 升高 踩地 踩實地 要馬 要馬 還有踩實地 都是一般你前後腳 後腳 腳跟 是要來的 後腳真的要來的 後腳真的要來的 也有一些 很奇怪的 踩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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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是用不到腰力 因為你住不了 對 你是住不了 所以會升起這樣 對 你升起後腳跟 你就利用你踩著的離合 推過一下 是 推過一下腰 一推上去 一推大動肩膊 然後出過一拳 現在是打後手的胸 對 打前手 打前手 前手一樣 前手出擊的時候 對 前腳 我都一樣要跟著轉 因為你要利用你的腰 你就一定要腳跟著轉 你這樣踩實 你自己轉來才知道 你這樣踩實了 你腳踩上去後 你轉完腰 你自己的筋都拉起來 是 但是 自己可以嘗試一下 下次操練的時候 自己訓練的時候 試一下 轉多一點腰 會不會有不同的效果呢 還有 要練習就是 知道自己的手有多長 因為你始終你不同直拳 你直拳 你直拳 因為你是直線 直線 你比較容易 你勾拳 你不是習慣了 你是不知道自己的距離 嗯 所以變成在這方面 你在打沙包的時候 去做練習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勾拳 去到什麼位是有力 就是我這些位我一定有力 是 但是我去到有多遠 OK 慢慢習慣了之後 我知道了我的距離 嗯 知道這個距離 我做過combo的時候 我可能做一個假動作 之後打打 或者打頭好 我知道我去到哪些位可以出動 OK 從你都這樣說的 練習就是 你要了解自己的武器 究竟是 什麼 什麼級別的工具 你要知道 把劍有多長 你要知道自己的腳有多長 你要知道自己的腳有多長 你要知道一個戰步 究竟有多遠有多快 這些全部都是在練習裏面 去到 了解自己的身體才做到的 那 知己知彼 當然就是 你要很快地閱讀對手 你要知道他的武器在哪裏 但當然 那是另一個課題 沒錯 OK 勾拳的分享就到這裏 不妨回去找到一些拳擊的勾拳 因為 以我自己粗錢的見解 拳擊boxing的勾拳是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還有其實還有很多變化 不過只是未來 我再說多一點 就是 你勾拳你遇上一個高的對手 我當我矮一點 你高一點 那我當時你的手牆 我能盲到你 有另外一種就是 我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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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下 對 就離開他的手 因為 否則你是不能進去 尤其是當你的身高有距離 對 因為我撐著 你撐著我 我撐著 反而我撐著 我撐著 我撐著 我撐著這些位置 我撐著 OK 撐著很多 你不是說outry 你再說overhead 我想下次再說 哈哈哈 這樣 overhead其實還有一些技術上 還有的 不可以再說多一點 其實outry還有很多很多 變化 用法 變化 用法 怎樣去配合 布法和新法 一起去用 有機會 我們再說多一點 有興趣的 回去找一些片 你看一下 找一些高手的片 Mike Tyson我推介 他的左套非常厲害 尤其是混合了Upper來打 沒得防守 知道為何他會傷害很慘 我們下次再說 到這裏 拜拜